最近的天氣信息 我們把時間交給魚汝 今天禮拜一提醒大家 這個禮拜其實天氣都不太穩定 但中午時間要注意的還是蠻熱的 來看看紫外線 其實目前全臺各地蠻多地方 紫外線都是過量級 除了臺中嘉義跟馬祖是來到高量級 其他地方都是紅通通一片 都來到了過量級 所以提醒大家中午時間 其實還是蠻曬的 而目前高溫資訊黃色燈號 有新北市跟臺東線 是有機會來到三十六度 那確實新北市的三峽 已經來到三十六點六度 五谷又三十六點一度 而基隆的中正區則是三十六度 提醒大家 其實今天沒有下雨之前 還是蠻熱 而講到降雨 就來看看雷達回波 來看看因為現在 台灣還是處於一個大敵壓帶 水氣還是蠻多的 天氣蠻不穩定 尤其陰封面的水氣 其實會慢慢增加 目前雖然水氣 其實一陣一陣的蠻零星的 但提醒您越晚降雨機率會越高 尤其在整個大臺北地區 東半部以及恆春半島 澎湖馬祖會受失靈星降雨 而午後還是要注意 熱力作用 對流發展比較旺盛 中南部還是容易有大雨 發生的可能性 因為昨天中南部的雨 真的下的蠻大的 所以提醒您 今天下半天中南部 還是要特別注意 另外在南部地區 沿海以及恆春半島 還容易有長浪發生的機率 在恆春半島 俄蘭比已經觀測到 有兩米高的浪高 所以海邊活動還是要留意 這位電量降水也要提醒您 今天還是上半天雨相對來說比較多 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 可以看到中南部要特別注意 午後恐怕會有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就晚上八點到明天早上八點 就是要注意了 是在北台灣 可能會有一些降雨的狀況了 就是接下來這幾天雨 怎麼下四日雨區圖 也來提醒您 其實這個水氣真的會一天比一天多 尤其來看看今天開始一直到明天 低壓帶接近 北部東北部都會有些舉步的降雨 午後就是要注意中南部的降雨狀況 至於到了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三 其實水氣稍微有一點點空檔 但到了禮拜四就是要注意了 其實東邊的水氣進來之後 所以各地的降雨都會增加 尤其在午後雷震雨 可以看到中南部還是要特別留意 中南部雨恐怕還是蠻大 還是有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所以提醒大家 這幾天出門最好都帶拔傘了 最後來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 首先是北台灣的部分 基隆台北、新北 基隆的降雨機率有30、27度到34度 桃園、新竹26度到34度 而在中台灣的部分 南投雲林要注意 降雨機率有50% 高溫32、33度 而繼續往南走天氣同樣蠻不穩定 尤其屏東降雨機率有70% 其他地區30%到40%的降雨機率 至於在東台灣的宜蘭、花蓮、台東 宜蘭降雨機率偏高30% 高溫31、32度 至於離島的澎湖、金門、廉江 降雨機率20%到30% 高溫31、32度 以上這一節的五間氣象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